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是他找不到长期的出路 就除了剧集之外 做什么第二条线 следующ条达 甚至我建议他反正都是把心一环 剁掉掉了儿童节目的时段 政府要规定他 所以剁掉到最少 最minimum 文化和儿童一定要有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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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是和政府情商的 我就是覺得反正是 另外有一個節目是沒有人看的 誰呢? 早上播新聞的時段 香港早晨 以前香港早晨還會不介紹 現在是兩個 重複就重複 兩個anchor 半個小時就重複 一邊講時事一邊講財經 其實和活動新聞台是沒有分別的 我比活動新聞還差 活動新聞台都有一些新的東西放進去 它基本是沒有的 如果你看11點新聞的時候 香港早晨基本上是看11點新聞的東西 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 不如將兒童節目主持人 放在香港早晨時段 將整個香港早晨變成兒童節目 變成兒童節目 例如你見到那兩個anchor 和兒童節目主持人一起講新聞 整件事又不同了 兒童新聞台 是啊 早上你想看新聞 神早上看新聞 你就不如看兒童節目主持人 類似教育電視 對 那些比較益智的 是 而且那兩個anchor都活了 整件事都不用拍你正面 所以這可能是一個出路 好 你就這樣放一個anchor 在這裏 裏面 怎麼看 我怎麼看 就成功了 很冷